容情第34期 未来路向齐共创 今期容情会以故事和个案分享的形式 向大家介绍 学校和家长可以如何帮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了解自己的兴趣 能力和潜质 并为他们提供机会发挥潜能 规划自己的未来 逐步按锁定的目标努力迈进 我是明仔 我今年读中三 我是明仔妈妈陈太 我是学生支援小组统筹主任何老师 我是升学就业辅导主任黄老师 我是明仔的班主任和生物科的老师 叶老师 明仔是一个中三学生 有自闭症 最喜欢看图像 相片和文字 运用视角提示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他 他比较难了解人家的想法和感受 所以朋友不多 我是明仔 我对海洋生物特别有兴趣 又喜欢拍摄海洋生物的照片 还在最近的校制摄影比赛中获得亚军 同学都叫我做海洋生物博士 我好想做一个海洋生物摄影师 但是妈妈想我升读大学 我应该怎样选择好呢 陈太 你好 我是学校的学生支援小组统筹主任何老师 何老师 你好 好多谢学校对明仔的教导 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明仔的将来 陈太 你不用太担心 明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早在明仔读中一的时候 我们发觉他不会主动和人交往 又不是很明白别人的想法和感受 于是安排他参加社交和情绪小组辅导 我们也留意到明仔说话重复 缺乏辞会 于是我们安排他接受言语治疗 并且安排大哥哥和他一起学习 增加他和人协作的机会 我们也留意到明仔在摄影方面的天分 所以刻意安排他在运动会中负责拍照 我们还安排他加入摄影学会 鼓励他参加摄影比赛 从而帮助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潜能 肯定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我是升学就业辅导主任黄老师 我们学校很注重生涯规划 在初中的时候 已经透过成长课和生活教育课 引导同学认识自己和不同类型的职业 同学还进行了能力倾向测验 认识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为自己定立目标 并且不时作出检讨 我们会按同学的发展需要在不同学习阶段 为同学安排合适的活动和服务 帮助他们作出明智的升学或者就业选择 其实除了升读大学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呢 是啊 老师很早就开始帮助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兴趣 上次进行跨学科专题研习的时候 明仔选择了环保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关系 用来做课题 明仔 当你考虑升学的时候 除了摄影之外 也可以留意一下与海洋生物 或者与环保有关的课程 黄老师 但是我们对大学课程和其他出路认识不多 我很想知道多些有关升学和就业的资料 学校会怎样帮助家长和同学呢 陈太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为同学和家长安排中三升学讲座 同时班主任也都会 和你详细分析明仔的学习情况 帮助他认识高中课程的科目选择和要求 我们还会安排一连串的活动 例如选科分享会和参观进修机构 如果我想做海洋生物摄影师 在高中应该选择什么科目呢 明仔你喜欢海洋生物和摄影 资讯及通讯科技科和生物科都是你不错的选择 我担心明仔应付不了高中的课程 陈太你可以放心 我们会透过教学课业和測考调色帮助同学学习 例如上生物堂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视觉提示 辅助明仔阅读和理解学习的内容 也会设计分层课业和运用图表策略 协助明仔组织思维和整理资料 让他更有信心去完成课业 除了刚刚提到的高中选择科目外 还有什么课程适合我修读呢 我们鼓励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 能力和志向作出学习或者事业选择 明仔你还可以考虑修读高中的应用学习课程 我们又提供面试技巧训练 试工机会和小组咨询 还有个别辅导等 希望波助同学适应从学校环境 过渡至工作世界 以及装备他们终身学习 是啊 我们还会透过展版介绍 以及摆放在图书馆里面的升学就业资料等 帮助同学从种类繁多的资料中 搜寻相关的资讯 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作为家长 我可以怎样帮明仔认识 和选择他的未来路向呢 家长的支持和参与是很重要的 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升学和就业发展需要 家长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支援他们 例如你可以带明仔参观摄影展览 你也可以鼓励他参加社区的服务活动 例如在活动中担任义务摄影师 当同学生上高中 家长也可以鼓励子女探索一下 进修专上教育的机会 和子女一起规划未来的路向 例如明仔希望在摄影方面发展 陈太太可以和明仔一起了解一些和摄影相关的课程 嗯,我明白了 既然明仔对摄影和海洋生物有浓厚的兴趣和潜质 中立志成为摄影师 作为家长 我应该支持和鼓励他 如果不想升读大学 我还可以收读什么课程? 我们中六的毕业同学 除了升读大学 有部分会收读副学士学位课程 高级文贫课程和专业文贫课程 这些课程都可以涵接到大学课程 另外,还有毅进文贫课程 可以为同学提供另一学习途径 完成课程后 在就业和持续教育方面 可以达至相当于香港中学文贫考试五科 包括中国语文和英国语文科 第二级的程度 同学可以取得就业和进修所需的正式学历 有哪些课程可以帮助我就业? 名仔 如果你对工作相关的课程有兴趣 可以考虑劳工署的展翅清建计划 或者职业训裂稿的课程 你可以到各个课程提供机构的网页 浏览有关资料 获得相关之力 再透过持续修后 也可以涵接大学的学试学位课程 太好了! 原来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 那我就可以因应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选择合适自己的出路了 除了名仔的个案之外 很多学校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规划 未来路向方面都有宝贵的经验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 香港红曼智会大埔曼池中学分享的经验 Hunson 本身有读写障碍 而他的读写障碍的情况其实也严重 我就会安排全校的同事都有份参与 他们每一个老师都会协配有两个学生 老师就负责定期见他们 可以透过不同的模式 有老师可能会跟他们打球 有老師可能會跟他們聊天 會一起吃飯 透過這個機會讓他們更加了解學生 以及幫助學生成長 而當時我也為阿亨遜 偏配了一位體育科的老師王Sir 我很相信王Sir在阿亨遜的初中 或者高中成長裏面 都是幫到他很大忙的 他參加了這個手球和這個蛙艇 在這個訓練裏面我見到他有一些特質 其實他是比其他學生可以捱苦的 他比其他同學沒有那麼容易放棄的 從而我看到他很適合做運動方面的才能 所以一直鼓勵他 然後去到最後我亦都給他在球隊裏面 做一個帶領一些低廉級同學 我考慮著消防員 都是因為我們其實上到高中 就開始要想我們將來的出路 我就從其實我的能力去想 其實我本身初中是學校有機會 給我們去同軍 那我就其實喜歡一個紀律培訓的項目的 那我上到去一直在中二的中三 體能就開始 就是已經在校隊 就是體能已經不錯了 那還有其實我都知道自己是能力問題的 那其實那麼多向紀律培訓隊呢 其實消防的應用的文字呢 就是會比較少 還有是消防這個工作呢 就比較適合我那些運動啊 體能啊 還有我的能力範圍 其實我就是按能力範圍去看一下 是否適合做消防 在責任這樣想回其實都進步了很多 其實我本身不是一個很外向講話的人 那其實去初中就給我多些機會做班長 那做班長也有些責任心 就是有些交代 那這方面 那之後去到高中呢 都是有給我做社長這個機會 那我就可以照顧到很多不同的人 那之後同樣都有做班長 那還有很多時候球隊呢 那於是阿Sir呢都會放心給我去帶那些初中啊 那些學弟訓練他們 那這個就很訓練到我的責任心 那就是結業禮呢就給我了去支持 去多謝老師和學校 那這個就令我成長了很多 我看到他很大的進步 那他可以呢是完成了我所有的要求 他也都可以協助到低年班的同學呢 去訓練 那我見到他的那個的自信心 和那個責任感呢 在這裏呢是進步得很大的 在學校裏面呢就是我們那個教學那裏呢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的分層的課業 那也都對於一些真的可能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呢 我想要面對很多文字呢 其實對他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困難 那所以在課業裏面呢 我們就設了一些調適的工作址 那對他們的要求呢 我們都會是較為是減低的要求先 起碼叫他們不要去派向學習那一科 在中三就開始要選科 其實我們全部選科之前呢 都會問一下班主任意見 那我就多數因為我寫中文英文 其實都有些不太好 那我數理方面呢就其實比較強的 那其實我是選了Bio和Comband Science的 Bio和我呢就決定叫我去選這個 這個Comband Science和Bio就會最適合我高中的發展 我們上到高中就完全不用調適卷 但是我就會有一個每份卷會多25%的加時 還有全部卷都可以用讀評軟件 那其實這個讀評軟件都幫助了很多 其實我希望到中五完結之前呢 是要知道他下一步離開學校想怎樣的 中六的學期初已經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我有張紙給你寫的 就是究竟你未來想要做些什麼職業 你未來預見的DSE成績會是怎樣的 要不停跟他們溝通 那其實你們知不知道其實你自己的特場在哪裡 你們那個成績能力去到哪裡 一些規劃講座或者是一些班主任課裡面 去跟他們分享其實這幾樣東西 對你未來將來那個職業的鋪排會不會有幫助 坑上自己都猜自己中文不合格 其實我也跟他們談的 其實如果你按上校消防員 那你又預計到自己中文有機會不合格 那其實你中文合格的時候你應該怎樣 中文不合格的時候你應該怎樣 會安排其他機構或者其他升學團體 就會來幫我們講講座的 那其中我也聽說有魏晉這個課程 那他就說就算你失敗了 你只是完成課程 就是考完他的課程 那就當你全部有2的水平 就可以報考到紀錄部隊 我媽媽都很支持我的 但是其實怎樣都會有少少擔心 那其實主要都是這樣 就是我做什麼方向她都會支持我 主要是正確的 去到大約是中五那年 那媽媽有次都打電話給我的 那都想了解一下阿亨信那個 在學校那個生活 媽媽都提過兒子很疲倦 但是我就跟媽媽說了 我說其實這些正正都是電論你的體能 還有去提升他各方面的自信 領導的才能 那我就說媽媽你對他要有信心 那還有我都跟他說 其實兒子都看到自己的 將來那個路向他是想做消防員 那我說也許他可能在那個中文 那個出來的結果可能不是那麼好 因為始終他的讀寫的情況都是嚴重 但是兒子也都是很清晰知道 就是說他如果真是DSE出來 中文是不合格的呢 他就會報考藝俊 也是去達至他那個語文的水平 是合報消防員那個入職的要求的 那媽媽跟著又OK了 放榜之後就知道要讀藝俊 其實學校都有幫我安排的 其實我主要都是因為上部消防 其實很多藝俊課程都有消防備下一班的 但是就在MISTEN口中就知道 講專這間藝俊就有做那個學校的調適 那我在藝俊那個課程裡面呢 都會申請到可以有25%的做卷加時 還有可以有些卷可以用讀平軟件的 那就可以幫助到我完成到那個藝俊課程 那之後就讀完藝俊 那我也很順利地完成藝俊 下年就會跟教會去歐洲一年 那目的都是吸收一些 令自己更加成長 令自己獨立一些 吸收更多人生經驗 再幫助他們考消防 其實互聯網上有很多升學就業的資訊 家長和同學可以瀏覽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Drupulous網頁 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申請修讀指定專頁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家長和同學也可以瀏覽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iPass網頁 查閱經評審的專上課程資料 教育局推出藝俊文貧課程 為中六離校生和成年學員提供另一學習途徑 讓他們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歷 中三至中六的同學 也可以考慮升讀由職業訓練局VTC提供的課程 例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i 和青年學院的中專教育文憑 同學如果對工作相關的課程有興趣 可以考慮勞工處的展設清建計劃 透過勞工處、雇主和服務機構的通力合作 幫助青少年認識自己和職業志向 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和經驗 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原來還有這麼多不同的出路 明仔,只要你能夠選你自己喜歡和適合你能力的課程 媽媽一定支持你 經過老師的講解 我對自己將來可以選擇的出路 認識多了 如果家長和同學 對升學和就業方面有任何疑問 歡迎與學校老師聯絡 我們很樂意和大家相討 有關升學和就業的資料 歡迎瀏覽以上的網頁 如果有問題 可以與學校老師聯絡 請報告 最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